自韩国总统朴槿惠就任以来 中韩似乎一直在向彼此示好 在朴槿惠访华前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更是称 朴槿惠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由于韩国前总统李明博当政之后 强调韩国的外交政策重心 是重振韩美同盟和加强美日韩三角关系 中韩关系一度转弹 朴槿惠上任之后将出访的第二站选择中国 释放出他将比前任更加重视 与中国的关系的信号 但是这是否会影响到美韩的传统盟友关系呢 根本不会 特别是现在朝鲜还在制造问题 相关各方 美国中国韩国和日本密切合作 做到最大沟通非常重要 这便于大家一起努力 在朝鲜问题上达到各自所追求的目标 从这个角度说 各国领导人之间的高层会谈非常重要 五月初朴槿惠来到美国 不久前奥巴马和习近平在加州会晤 这次只是下一步而已 今年二月份以来 朝鲜一直在制造麻烦 威胁将袭击韩国美国 以及美国在亚洲的其他盟友 以报复各国 因其今年更早时候进行核试验 而实施的进一步的制裁措施 今年五月 朴槿惠上任之后 首访美国 得到了美国在朝鲜问题上的保证 如果平壤认为最近的威胁 会导致美韩之间的分裂 或是在某种程度上 让平壤获得国际社会的尊重 今天进一步证实 朝鲜再次失败了 朴槿惠上台之后一直表示 希望与美国和中国都保持强劲的关系 韩国希望与美国和中国 同时保持良好关系 它与中国和美国之间有不同的利益 它希望尽可能提升与任何一方的关系 朴槿惠总统希望与奥巴马总统 和习近平主席都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 我想美国理解朴槿惠这样做的必要性 而且美国也不害怕 我不认为这是零和游戏 他也不会这么认为 我们也相信 中国也不认为这是零和的局面 和其他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一样 韩国在经济上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中国目前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 朴槿惠这次还将率由72人组成的经济团队放华 这个数字超过了陪同朴槿惠访美的经济团队的人数51人 但是博瑞哲认为 在安全问题上 美国依然是韩国的第一选择 另一方面朴槿惠和他的前任都明白 在安全问题上美国是第一位的 托利斯坦加龙是华盛顿智库韩国经济研究所的资深主任 他认为朝鲜核问题甚至比大家所认为的经济利益 让韩国更希望保持与中国的良好关系 但是如果你再看看朝鲜这样的安全问题 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在讨论和解决核问题上很重要 没有中国的合作是没有可能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的 所以从很多方面来说 与中国和美国在经济和安全上都保持合作 对韩国很重要 朝鲜问题预计是朴槿惠和中国领导人会谈的主要议题之一 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附近为中韩关系的发展提供了缘由 也为美中的合作甚至是美中韩的合作提供了一个基础 平壤发出威胁之后 首尔华盛顿和北京一直在努力共同向平壤施压 在朴槿惠会会晤中国领导人的同时 美中韩三国将在韩国几州岛举行战略对话 这将是另外一个例证 VOA卫视 斯扬 金刀 华盛顿报道 VOA卫视 华盛顿报道